因為疫情讓我們的經濟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所以政府有責任 非常快速有效 更能夠帶動經濟的效益來振興 所以用任何的方式 只要趕快 而且不要讓民眾負擔 更重要能夠把市民經濟的經濟效益 給他扣大 這就是我們的方式 至於中央到現在為止 annual的方式 以及現在不再讓市民朋友再出這一千塊 其實我是樂見 不要讓我們的市民朋友在經濟困頓 尤其我們最底層的經濟上受到最衝擊的市民經濟 還要再拿一千塊出來 再來振興經濟的五倍見 我倒覺得起碼有改變 就會朝好的方向來做 到底他有沒有方便性 都是使用大面額 對整個經濟尤其在底層的市民經濟 到底能不能再使用的方便性 那中央要多多做以考慮 還是一計劃趕快 而且不讓民眾負擔 同時能夠創造更高效益的經濟 我們都努力的往前走 這一次確實受到傷害的就是在最基層的市民經濟 所以新北市一定朝讓市民經濟能夠加碼帶動更高的效益的方向來做 所以在面額的調整上 可以配合的更好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一波趕快把它做出來 新北市政府已經準備好對市民經濟的帶動上 會做好完整的報告 等中央一公布 我們整個配套報告就會出來 至少 梅 仁 列 萎 puis 79 ime